登記11號的 登記11號的 不在現場 我們登記12號的林壽昌 林體長 是 主席 委員及 在座各位 市議員 事實上是 是這麼樣子 我們今天來的話 並不是真的說反對公民 而是反對說 它的量增加太大 太過於龐大 那我想說之前 之前的時候因為我們 大道裡一部分的時候有一部分路燈 是經常 不亮 結果找到 電力公司的時候他跟我講說 你們哪裡的 變電器 沒有辦法更新 一整個量 那麼大進來的時候 請教怎麼辦 那我想說 剛剛 葉老師曾經有提過 在95年度的時候 我們這個 整個福特設計開發大概 大概在64年 當在65年 發佈整個廣磁化院 主計畫的時候 它本身所考量的是 現況 開發密度 開發的 開發的 成度是密集的 而且它的那個 公共福特設計是不夠的 所以才會有200億的問題 結果 64年到現在沒有更改 我們今天 90年到現在的時候 整個現況 也都沒有更改 那你們 居民有曾經表達過 很好 台北市執法 是執法辦法嗎 玩法嗎 好 那今後我也會跟那個 居民談一件事情 解釋權 在台北市 整個數個重點的話 我會認為就是說 第一個 在整個開發案裡面的話 第一個 豪森路線的話 規劃出來 它是不是可以足夠容納 第二件事情 當那麼大的量體 那麼多的人員進駐的時候 它的避難平台 避難空間部分 是不是已經規劃好 我想說 那個葉老師有提到說 將來是三十層樓 三十層樓它是有依據的 那我想說 目前是一千萬戶 萬一是一戶三人的話 叫四千萬人 四千萬人是什麼 讓大家有概念 四千萬人就是我們以前 在總統府前面的 上套牌 中華民國萬歲 那些人數一樣 各位思考一下 那麼大量 是不是應該 讓他通過 好 謝謝 好 我們下面請十五元